简易资金管理工具初接版日记账管理工具为各位企业先进示范范例期应收账款 本日记账管理工具系以现金基础制为记录 因此,尚未收到或支付货款的交易皆会记录在备注项下 6月25号,销售一批五金零件给好曼公司,尚未收取货款2000元,应收日期为7月31日 首先进入日记账管理工具 选择日期6月25日,进入备注栏下 选择项目种类应收账款 项目名称客户奢欠的货款 选择客户好曼公司 应收日期7月31日 销货金额2000元 说明栏位可以输入交易的产品以及数量 本次交易为一批五金零件 确认好输入的资料之后,按确定储存 此交易就会先记录在下面的应收帐列表当中 会出现到期的日期以及上余的期限 假设已经到了7月31日,这笔交易就要再记录到我们的日记账管理工具当中 进入到收入向下 选择日期是7月31日 编号是由系统自动带出 以当天的日期加上流水编号,可自行设定 项目种类选择销货 客户选择好曼公司 细项说明是内销产品的收入 金额是2000元 点选计算税率会自动带出内涵的营业税 说明向下可以输入我们的产品项目以及数量 本次交易是一批五金零件 确定好交易的资讯之后,按确定储存 储存成功 可到日记账明细清单确认本次交易有没有储存成功 交易是7月 会看到这次交易的内容以及税额 那这样本次应收账款到收款的交易动作才算完成